各位大家好,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聊關於傳福音的課題 就是報道的課題,這個報道的課題特別是陌生人報道的課題 怎樣跟陌生人傳福音,怎樣跟人聊天這個問題 為什麼講解這個問題? 因為我最近要準備兩個星期之後,我有一個新的課程來教學 所以稍後我們再介紹這個課程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一些文章 因為我其實教傳福音都教了很多年 特別是講陌生人傳福音都是教了很多年 固然我們有不同的經驗,但是不可以靠經驗吃老本 這次尤其是要在網上進行,以前的課程可能是hybrid的 有網上,有實體,但譬如說來已經禁止了 現在我們的課程全部都是網上 在不同的地方地區都可以參與 所以當去教陌生人報道其實難很多 因為你不能夠直接去指導它 所以我都一直在準備不同的教材 還有要在這方面再進心一下 我今早就看了很多篇文章 關於陌生人聊天的技巧 有兩篇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嗎? 那我就分享給你看一下 這篇也挺有趣的,他說 不要聊天,七個聊天技巧 讓你從外太空聊到恩主公 好像很厲害 這一篇我看到是這個作者自己寫的 其實他都重症要害的,因為他問過幾個問題 你看到那個highlight那裡,他說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不懂聊天呢? 就是聊天,每次聊天,聊到很尷尬,很緊張 或者問的問題,時時都被人提點你 你都不知道怎麼辦,怎麼做 他當然會吹得很大,成為高手不難的 以前我都是這樣 我就覺得他是有經驗的 但其實要做高手不是那麼容易 但可以學習 我覺得他藍色這一句,放大去很重要的 其實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 變得會說話,其實不是什麼難事 我覺得跨出第一步很重要的 當然,有很多東西要克服的 我直接說他說那幾點是不錯的 當然他有很多東西要去準備你去聽他幾點 我直接說他那幾點 究竟怎麼聊天呢?七個通用的聊天技巧 商議性的一張嘴,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因為他其實說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要說自己的東西 但其實是互相交換聊天,交換故事 所以意見不同都要給人空間來發現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我們經驗裡 跟人聊天很重要的 用耳朵來聊天 不只是你很想說,或者你說得很滑 那些人就會跟你聊天 有時候甚至是你說話好像很流利 很滑,人家反而不相信你 為什麼呢?這些都不知道是什麼人 可能人家當你祈福黨那些 那些說話很厲害的 所以呢,小弟呢 都在我Tube上也承認 有時候我說話有很多口語 但是實際跟人聊天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所謂的口語 或者Hiccup 你未必是很順暢 但是其實背後的真誠 還有你真的聆聽別人跟你聊天 你的回應恰當 這個是很真的 所以雖然我不是廣播那些 那些那麼流利說話的人 但是如果你說聊天 跟陌生人聊天 這個呢,我都覺得 我是有一種恩賜在這裡 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呢 就聊天中尋找共同點 這個很重要 就是那個興趣大家一起找到 那很容易一直聊下去 那第三呢 反問對方,但不要整天不停地問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懂得去回應的時候 那時候呢,你不只是說一些資訊出來 或者只是不停地說自己的事情 但是呢 你是恰當地聽、聆聽的時候 你反問多些資訊 那所以 這個都是一些經驗之談 那他的提問禁忌是非題 yes or no 很容易變了冷場 那接著呢 就不要只是單純回答問題 就是別人問了你 那樣 除非你不想繼續聊下去 是不是 那要精簡講內容 講重點 講話講重點 這樣 讓別人不要覺得你 哇,不停地講講講 又不知道你講了多久啊 那 那就先給予認同 再表達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七點呢 我覺得不錯啊 我覺得 好,那我跟著呢 又跟大家看看第二篇文了 那呢 閒置了一段時間 第二篇文就說 不知道怎樣跟陌生人聊天 五個練習鍛鍊你 說話技巧培養好人緣 那我覺得呢 這篇文都不錯的 那為什麼呢 這個作者呢 其實他是某個程度 是將一本書的內容 他那本書叫做 《每一天街頭冒險》 那個的作者呢 叫做 《以歐史達克》 這個翻譯來的 那他就 有個這樣的一個實驗 就是呢 他自己呢 就走去那個街道 來跟那些人去聊天 那他故意去做這件事 後來就有這樣的經驗 然後整理就成了書 他是這樣的 那他又整理出五個練習 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 跟人去輕鬆聊天 那他這個第一呢 就是仔細觀察 看人 和細節看話題 那我也試過呢 去訓練一些年輕人 去傳呼音 第一次不是去傳呼音的 是去那些街角 街頭或者在吃東西那裡 教他們觀察一些東西 然後回來匯報 你觀察到那些人是怎樣 那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以為 你訓練了背熟一堆東西 講講講 不是這樣 那很多東西 去慢慢去 那裡 你自己看篇文吧 第二呢 眼神接觸 排除了不想跟你聊天的人 如果他用一些方法 就是去刻意去接觸人 然後他就刻意去打招呼 那他就會看到有些人呢 其實呢 就是鼻子的 有些人呢 跟你又點頭 那你就看到 原來眼神接觸 願意跟你聊天的人呢 就比較容易 你會繼續可以聊下去的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找到一些陌生人 是願意跟你聊天的技巧 那樣 他教你呢 就是在一個 走五到十分鐘 這樣 打招呼 去訓練自己 那第三呢 迷路 練習要電話 鍛鍊厚臉皮 那我們又不會這樣做 是不是 無緣無故問人拿電話 但是呢 他的重點是 鍛鍊你的臉皮夠厚 其實跟陌生人去接觸 臉皮厚是很重要的 但是 很多時候有一個尷尬的感覺 但是你練了臉皮厚 你的尷尬相對來說 你習慣了你就沒有這麼尷尬 那他就說 裝迷路 他又要問對方拿一個地圖 其實很難的 現在有Google Map 但是 怎樣拿地圖呢 就是要他手畫一個地圖 最後呢 他就要拿電話 那我就未必 我覺得未必這個適合他去練習 但是 他 啟發到呢 就是說 其實 你是要練後面皮 要有些項目給你練後面皮 好 接著呢 第四 問問題 藉著私人問題練習聆聽 都說到聆聽了 那他就會 鼓勵別人去問一些私人問題 他又挺有趣的 譬如他 那個作者 你最喜歡的問題 就是問你怕什麼呢 怕蜘蛛老鼠 那為什麼可以問到這些問題呢 當然你看整篇文 他就會有解釋 但是 都不是容易問的 但是 他都會 鼓勵其實 你可以 問一些問題 可能是 所謂我的角度 我的經驗 就是所謂試水溫 到不上 你問一些比較 可能個人一點 譬如說 請問你什麼職業 這樣 如果不介意 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你試了水溫 如果他回答 你就可以知道 志路不通 不是很好 要談這個問題 那就談其他問題 所以 問私人問題 如果 那個回應好 其實 你就可以繼續 在那方面發揮 跟他談多些 第五 優雅脫身藝術 肢體動作 避免眼神接觸 剛才說眼神接觸 但是 當你談到 那一刻 跟陌生人很難談下去 或者你想離開 或者你看到別人是想離開 其實那個眼神避開 或者 那個肢體動作 舉個例子 他這個說 那個人與人的距離 聊天都不可以太遠 或者太近 譬如說 你踏出那個範圍 因為如果你太近的時候 聊不到天 太近 大家不是太熟 但是 如果 你是一個 所謂安全距離 但是 你表示 我要走了 走遠一點 開始動了 其實這個肢體動作 就是想走 相對來說 對方也是這樣 有這樣的動作 你就會發現 其實他想走 他的眼神避開 或者說一些話 不是很想說 他就會有這樣的訊號 表示 其實這個也是很好的 這兩篇文 我找了很多篇文 我都要慢慢消化 但是我看到很多 我一向教學裡面 那個經驗 其實有很多是有相近 有些也是提醒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們跟人聊天 要留意肢體動作 有些人都會看一些書 關於一些心理學 肢體動作 譬如說 如果那個人 繞在雙手 其實可能他是一個防衛 我們這些一般性的 都可能會看 但是也不要因為 他這樣的肢體動作 就把他當作 有時候是一個人的習慣 不一定是 所以有時候 不是說一本通書讀到老 其中一篇文 他也說的 其實你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每個陌生人 都是不同的 你不可以一本通書讀到老 都是那些 聆聽 觀察 也都有很多次合點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陌生人去交談 攀談的課題 其實是很有趣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其實這件事是幫助我們 去接觸陌生人 以及 使我們能夠有一種習慣 或者有一種負擔心 你不要怕去接觸人 當然我們不是每個人的訓練 包括我自己 本來我讀設計 我做設計的 都不是這些 接觸人的專業 你說如果我是那個 一個 或者是一個 批評 但是 都不是這個問題 因為是可以訓練的 我們有心去跟別人接觸 去傳福音 有時候 真的會遇到陌生人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去幫助呢 當然 我會在這個課程 會多一些去深入 去跟弟兄姊妹去探討 以及用一些技術 去幫大家怎樣 從聊天到去 講入福音 講自己的見證 是自然的 不是很硬生生的 其實是需要訓練 以及學習 我都會把我的課程 其實差不多爆了 但是都可以再收一些人的 我把我的課程 我都放在YouTube那裡 我明天 就有一個叫國宣大會 我上幾個Tube都有宣傳過 我有一個workshop 講網絡宣教 另外有一個workshop 不是workshop 那個主題的研討 是講到新時代的網絡報道 我都是網絡報道訓練 我都是主要那個講者 還有一些不同的同工來回應 我太太也都會講一個talk 是講到新常態之下的人際關係 有什麼變化 就是在星期六那裡 所以歡迎大家去參與 希望大家都可以 恩著我這個Tube 去鼓勵你去突破 去做多些的報道 尤其是去陌生人報道 其實真的可以學習 當你學習了之後 你對你朋友來傳福音 你對你家人來傳福音 你就會發覺 如如得水 不是想像中是真的做不到 不是真的那麼難的 希望這個Tube可以顧慮到大家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有用 分享給你的基督徒的朋友 或者Like 我也很歡迎留言 或者私底下 Email給我 分享你的感受 也有些朋友是這樣做 我也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以及Subscribe 還有按鐘仔 提醒我有新片 基本上我每天都會有新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今天講到這裡 再見